再来讲一个转折的故事 因为在《金刚经》里面谈到非常多的转折 就是从孰地到真地 然后到地义地 有个转折 有个故事 你们知不知道黄庭间 就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诗人 北宋的一个诗人 据说他当时曾经非常喜欢做艳丽的诗词 艳词就是写那些风花雪月 在他还是很喜欢做那些风花雪月的诗词的时候 他经常 那个时候他也经常 你要知道这个人一定海王能量很强 所以当时的他也曾经参计了一个禅诗 那个禅诗当面就赐贺他 说你的诗词书法之妙 他书法也写得非常好 你就这样甘心跟这些艳丽的艳词一辈子为伍 禅诗就告诉他说 你应该学当代谁谁谁画马 黄庭间就很幽默的很调皮的跟他说 那这样不就把我呢 等于是我呢 意思就是我的才华不就是全部被放在马的肚子里面了吗 那这个禅诗就当下在呵斥他说 你以华丽的迟早迷惑天下人的心 岂止要把你复制于马腹中 恐怕是要把你变成牛去离地 黄庭间听到这样子之后就从此下定决心 封闭不再写那些艳丽 蛊惑人心迷惑人心的所谓的 用现在的语言叫做迷迷之词 萎靡人心的那些诗词 就开始乐道参禅 而且呢写一篇发愿文 痛戒久慎 不食于肉 每天早上只有吃饭 就是从此生活就过得非常简单 那他以为 在他觉得他已经不就是阳气的那些 过得萎靡的生活吗 那也不再写那些艳丽的诗词 有一天他就去拜访了这个禅诗 他想要请求禅诗进一步的开示 看他能不能有一个洁净可以悟到 禅诗就反问他说 孔子曾经讲过 孔子曾经讲过一句话 就是说有两三个学子 以我这里 把我这里当做什么 当做是一个可以隐居起来 然后来修道的地方 孔子也曾经跟他的学生讲说 我没有可以隐试的地方可以给你 他等于说 用孔子曾经讲过这句话 然后就直接回答黄庭坚说 没有我这里没有 然后顺便还靠他说 还奉刺他说 其实这是在测他的决心 跟他说 太史就是 禅诗就指着他的脸说 太史居俗家 如何谈论禅门中的事情呢 那这个时候黄庭坚当然觉得说 他一定要跟禅诗讲说 他其实自从你上次说 我会变成那头牛去离地之后 我其实改变了很多等等 他讲到讲的时候 禅诗就告诉他说 不是不是 连让他回答的机会都没有 就算把他打发掉了 黄庭坚一定觉得 禅诗不了解他嘛 又过了好一阵子 他又去拜访禅诗 这次禅诗呢 就邀请他一起去游山玩水 然后刚好来到的这个山崖 刚好桂花盛开 桂花很香嘛 禅诗就问黄庭坚说 太史闻到花香味了没有 太史黄庭坚就回答说 闻到了啊 这个时候禅诗就说 我无隐事处于你 隐居起来很暗示的地方 隐事处于你 我无隐事处于你 那你们知道禅诗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吗 你们有没有听懂 如果你们是黄庭坚 你们当下听懂了吗 这个时候的黄庭坚 当下明白禅诗的意思 马上礼拜 就是跟他恭敬合一 然后回答了一句说 大师老婆心切 才是怎么回答 只要你到家就行了 这里有没有听懂 紧翻成白话 有没有人听懂 没听懂啊 他了解自己的内在 就是已经 对啦 对 最重要是怎么样 你不要去求一个什么 才是参禅 才是悟道 你只要回归了自然 你自然 宜然自得 清静不然 就是那个地方 就是全世界最好的隐事 隐事的地方 听懂没有 很难啊 要做到那个境界 当然 当然要做到这个境界很难 这个故事其实也在讲说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可能不要过度的执着于 一定要是什么样的仪式 仪式啊 才是学佛 才是修行 仪式就是这样讲 处女嘛 处女的能量在讲仪式 而佛学是双离的境界 如果你着墨于 一定要什么样的仪式 那你就着相啊 你哪有离世相 你没有离世相啊 你反而着相了 但是呢 学佛的人 真正你要做到学佛的 你也不能忽略 这些仪式的重要性 因为这些仪式 其实就是透过这些仪式 让你精进嘛 让你维持纪律嘛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个含荣一切 你要把那个是什么 不是什么 两个合而为意 你不能说 不用着相哦 比如说以皇庭间说 那不着相嘛 所以我就继续写那些 微米的这个艳丽的词早 然后我就吃鱼吃肉 反正不着相嘛 执着不着相 对 那你就是执着不着相 你知道就偏直 偏激 所以佛学是很圆融的 它不偏直 它两边 空跟有 它两边是合而为意 既不着空 也不着有 那当你懂了这个道理的时候 就一切法都是佛法 所以禅师 带皇庭间去游山 然后闻到桂花香 当下就契入了 这个就是 这个 我如果能够当下 享受这个境界 在这个当下 其实就是最棒的 全世界最好的 隐世的地方 所以是你的心 自己领略那个境界 而不是 你要来找我开示 或是你来我这里居住 才能够清净修行 不是的 好 第四个段落 就这个禁文的第四个段落 在讲 菩萨通达无我法 要通达无我法 才是菩萨 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你没有办法完全做到通达无我法 那你就不是菩萨 为什么 又回到真谛的本质 真谛的本质在讲 一切法不可得 不管是那个相 或是那个法 都不可得 那如果落入 有那个法 有那个相 那你就不是菩萨了 怎么样才能够通达无我法 也是一样 分三个层次 所以第十七段落 你会发现说 第十七段落 这个禁文很长 然后其实里面一层又一层一直靠进来 要做到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要能够发心 禁文就是在我刚刚念过的 我应灭度一切众生 灭度一切众生 以而无有众生灭度 何以故 若菩萨有我向 人向众生向 受者向 则非菩萨 这一段在告诉 说如果你今天是 生解义去了 你发了阿鲁多多三秒三不低 你就要做到这样子 你所发的心 就是没有众生可以灭度 实无一众生得灭度 第二个境界是 你要能够度化 你要能够真的做到度化 然后在度化的时候 又了解 无我无人 无众生无受者 就是了解 如果你执着于有法 有一个一定是要 什么样的四地 什么样的境界 什么样的仪式 那你也不叫做真正的菩萨 你们有没有去过 道场的经验 就是说你可能去了 然后让你感觉到 其实那个地方 你好像遇到了一个 修行的教官一样 让你很不舒服 你好像做错了什么事 只因为你磕头磕的不对 或者是你在跟着唱诵的时候 你可能不知道 他在唱第几页 然后马上有人过来 那种态度不是慈爱的 是纠正的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因为有的人就曾经 比如说他可能去什么道场 然后其实那个经验 是让去的人觉得说 我不去还好 我去的时候 我得到的是一个 很失望的经验 那个就是在道场的 执事人员 不懂得如何接待 想发心修行的人 对啊 要更远走 为什么 因为可能道场的执事人员 居立于什么样的法 就是他们所居立的那个法 可是他们所居立的那个法 不等于佛法 只是佛法之一的一个仪式而已 为了要趋入佛法境界的一个仪式而已 然而那仪式不等于佛法 其实他们忘了前提 对 因为前提 前提是要能人 要度众生 对 前提是为了度众生 但是如果说这么做 会把众生聚于门外 其实就应该 就不要这么做 就先不要这么做 再来这一段也在讲说 如果作为一个菩萨 真正的菩萨 如果有一个心灭 我灭度了无量众生 我 我 灭度了无量众生 我是一个本体 还是有我 再来 无量就很多 众生是客体 就还是有我跟客体的分别 那其实真正的境界 佛学的境界在讲什么 我即是众生 众生即是我 没有分别 再来就算说你是得到了高僧 你次第修行已经很高了 其实 生佛平等 因为人人众生 心中皆有一个自信佛 只是觉醒的程度之别而已 所以你不是度他 你只是帮助他 找回他自己的自信佛 他就是我所这个他 就是被度的对象 跟这个度人的高僧大德 其实 是一样的 平等的 第三段 再讲 若菩萨做誓言 我当庄严佛土 是不明菩萨 何以故 如来说 庄严佛土者 即非庄严 是明庄严 须不提 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 如来说明 真是菩萨 所以你看 要通达无我法 第一个要能够发心 第二个要知道 灭度无量众生 这件事情不存在 这个心念不能有 再来呢 要知道 什么是庄严 什么是庄严 非庄严 世明庄严 来 再来转折一下 举你们生活当中的一件事情 庄严这两个字 会让你联想到什么 就是去装饰它 装饰它 去修 去装 对啊 你就是特别去做什么 让它变得更好之类的 可是佛土本来就是圆满的 哪需要庄严 不需要了 对啊 可是你看我们 我们膜拜的 比如说我们心中有佛 所以我们把那个金佛 本来是木工做的 木工雕的 然后我们把它七上金身 我们为的就是要庄严它 对 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信众要花那么多钱 去庄严 内尊 木头佛呢 众生需要 因应众生的需要 对啊 而且拜的时候 其实拜的是 要唤醒自己的自信佛 嗯 拜是这样的 但是因为众生还没办法到达那个境界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 对 一个 所以说 福利堂皇的庙宇 或者是 让你感觉到 非常的 宏伟壮观 宏伟壮观的教堂也好 它为的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要庄严它 庄严它 让它进入一个庄严的境界 那那个是一个方式 嗯 那是一个方 一个过程 一个方式 但是本意 本质 其实教堂 大教堂也好 小教堂也好 其实对教友来说 都是神圣的地方 对 那庙宇也是一样 今天不管哪一个道场 大庙 大道场也好 小道场也好 乃至于无道场 嗯 心中有佛 到处都是道场 再讲一个故事 这也都是禅师参禅的故事 说有一个人 他是一个石匠 世世代代 他们家都是一个石匠 那人家都叫他 给他取个名字叫 回石头 回 那他目不视钉 可是他很仰望佛法 所以呢 他就常常请和尚 帮他读诵经书 那听久了你知道吗 他也会背了 有一次他在那个禅师里面做杂工 住持叫他呢 做个扫石 讲做一个什么东西 他就一边拿铁锤 然后口里不停的在念经 禅师经过就跟他说 你今日哐当 明日哐当 你死生到来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禅师看他 连在做工的时候也在念经 然后就跟他说 你今天哐当当当 你明天也这样子 那你到时候 你等你那个大献一来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这个回石头 就把你的 把手里的铁锤一扔 就跟着禅师 进到禅师修行的地方 禅师要他平止背筋 放下他对文字的字 其实禅师等于在告诉他说 这样并不等于是可求佛法 你嘴巴唸个不停 你连在工作的时候都唸个不停 可是如果你没有误呢 你没有真正的误 你这个念 不断的念 持续的念 念诵这件事情 背诵 并不等于你契入了佛法的境界 所以等于他第一次有人跟他脱破了 这个不等于佛法的境界 他等于经过这个开始之后 他可能他就被敲起了一个 放下对文字或是经文的执着 或是所谓的背诵的执着 那有一天呢 他又在找石 那因为那个石头非常非常的硬 所以他就啪 让死尽力气张狠狠的给他垂下去 撒那之间一个金属铁锤跟石头之间 因为力量很大 撒那之间就火花事件你知道吗 那这个火花事件的当下 回石头就突然就动物了 他懂了 他懂了什么叫做要记录那个境界 所以呢 他就赶忙就跑到那个禅师的修行的地方 就讲了一个祭语 他说 用尽功夫 昏污口鼻 火花并善 原来 原在这里 他当他讲这个祭语的时候 禅师当然知道他懂了 然后他懂了对不对 所以就给他受祭 你知道受祭的意思是什么 送他一套生意 就等于直接认可了 你是了 你已经是入佛门来的修行人 第十七段 大致上的意思就是这几个层次 这几个不同的境界 安静中 静默中 契入那个境界 佛陀在说法 其实是很周延的 怎么个周延法 三个层次 法说周 就是他的法是很周延 他所说的法是很周延 也就是说经文里面的真理 就是把经文的真理说出来 这个是为了上根利器的人说的 当他是用法说 这种周延的方式来呈现的时候 其实讲的都是经文的真理 可是这个要根气很好 你才听得懂 那比较顿一点 他就用第二种说法 叫辟欲说法 用辟欲很周延的 所以如果你们有读法华经 你们就知道 里面有很多故事 那个叫辟欲 用透过辟欲 就是再次的推演 所以笨一点 就可以听得懂 第三种叫因缘周 用因缘的方式来说 等于是用因缘 用故事 把这个经文的意义 做更进一步的叙述 使听经的众生 能够了测明白 金刚经的讲法里面 我们说一到十六 是其实就讲完了 十七到三十二 等于是再次的说 两番了 说两遍了 所以其实这个说法 你也可以说叫老婆心切 佛陀在讲这个经的时候 就像老婆一样 很殷切 很殷勤的 再次的嘱咐我们 再来就是佛跟众生的差别 在讲什么 佛是已经度的众生 众生是再迷的诸佛 就是我们都有个自信佛 可是因为我们的烦恼 妄想分别而不能证得 我们本来是佛 可是结果我们成了迷失踪的佛 那佛呢就是他觉醒了 他从迷 由迷 入物 他醒了 这是我们的差别 再来当我们在讲如来这两个字 什么意思呢 如是不动的 来是动的 那不动的是什么 不动的是什么 法性 动的是什么 你也可以说随顺说法 一直变动 对不对 应激 应激说法 你可以无限个应激说法 对不对 可是呢 无数个应激说法 会归的还是那个如如不动 再来如果我们就说 佛有法身 也有硬化身 什么叫硬化身 所以你刚刚说你不是菩萨 我说你厌知 你不是 你这一世可能就 这个叫硬化身 对不对 你这一世出生在台湾 然后你就是 你从小 你爸爸妈妈给你一个名字 所以你以为你 你叫做那个叉叉叉而已 对不对 然后你觉得你自己身世蛮坎坷的 那佛不是应该端坐在云端吗 穿着阴落吗 得到供养吗 怎么会是在人间如此的落祸呢 那就要找一下 再反过来 如果有人自己宣称自己是菩萨呢 他不是哦 不是 是的 不会说 进宫法师说 是的从来都不说 不是的到处说 第十八段 经文 这段也很长 这一段 从须不提 鱼翼云合 如来有肉眼 总共问他有五个眼 在第二个程式就问说 须不提 鱼翼云合 恒河中 所有杀 伯梭四杀 这边一段 再来又 须不提 而所国土中 所有众生若干种心 如来西枝 何以故 这一段 然后三心不可得 就是第十八 第十八个段 我就在讲这些 好 那我们先来讲五眼 肉眼 天眼 慧眼 法眼 佛眼 我们跟佛 唯一相同的是什么 肉眼 对 对不对 如果眼睛盲的人很可怜 我们眼睛看得见的人 至少 我们是不是跟佛 有一个相同的肉眼 有一个眼睛能够看得见的 视觉的能力 那我们说眼盲的人很可怜 可是其实上帝也很是这样子 眼盲的人 据说他们因为他们眼睛看不见 所以他们其实其他的这个 直觉系统 比如说触觉或嗅觉 或听觉会特别的发达 所以这是一种弥补 所以我们不要掉入了这个 所谓的文字上的相 就是我们这要讲的就是说 一般的人 所谓的五感的知觉能力 跟佛是一样的 对不对 跟那个硬化身的佛是一样的 那天眼呢 我们没有 可是有的人 因为长期的 所谓的静坐 禅坐 所以有修到天眼通 所以境界很高的 可以知道什么 过去五百世 未来五百世 那这边有个故事 讲到这个天眼有个故事 当年有一个人 因为他很笨 佛陀旁边那些弟子 都不让那个人 跟着出家 因为他太笨了 佛陀就问说 这个人你不让他进来 那些阿罗汉就说 因为我们有一个神通之眼 我们看了他过去五百世 他就是没有这个资格 那佛陀就跟他们讲了一个故事 因为佛陀的能力 他不只是看五百世 他可以看得更早 就一个故事就是说 这个人跟我有过一段姻缘 因为当年我在修行的时候 这个人是一只狗 然后佛陀就跟他就讲了说 他跟那只狗的姻缘 就是那个狗 这个人在修行 后来他死的时候 这个人被埋 然后被立了一个墓碑 那有一天这个狗 就去那个墓碑杀了一泡尿 佛陀说 这只狗曾经用一泡尿供养过 所以有过这样的姻缘 所以他可以成为什么 他可以成为这个比丘 所以再讲了就是说 即便你已经修了 你能够看过去五百年 未来五百年 可是你要了解 那还是个界限 对不对 那以佛陀来说 他看的是更久远结 我要讲这个是在讲什么 讲说其实有些时候 我们比如说 我们找一些通灵的人 是有风险的 比如说他也跟你讲了一些事情 那也许那个事情 也是你很秘密的事情 没有人知道 那你觉得他有能力讲出来 所以你觉得他很厉害 可是他那个境界 并不等于你千百节以来 所有的 听懂我意思吗 而我们这一生的 我们这一生生命的表达 其实跟千百节 总累积有关 可是如果有通灵的人 只是告诉你 一个部分的切面 用那个切面等于你的全部 其实还是有风险的 如果我们完全相信了 那叫做我们不够有智慧 对不对 这样讲听得懂吗 可以 会演 当我们会用会演这个字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 你很有见识 你很有 因智慧而来的见识 那我们跟佛陀的见识 当然不一样 对不对 如果今天是 如果是一样的话 我们还会尊他为师吗 可能不会 之所以称为一个师 一个人要能够成为你的老师 一定是他必然有些什么 是可以教你的 境界在你之上 法眼 什么叫法眼 看到那个真理 看到那个法 直接通达那个法 的那个见识 那个智慧 那个所谓的直见能力 佛眼 最慈悲的 最慈悲的 就像我刚刚讲那个故事嘛 阿罗汉不让那个人出家 可是佛让他出家了 因为佛是什么 佛用了比阿罗汉 更高能力的天眼 佛比阿罗汉更有慧言 佛直接契入法性 佛最慈悲 所以他让那个人出家了